第一次吃美食 第一次过敏 第一次做按摩椅 好多好多的第一次 人类的七情六欲 应该就是将逐渐累积而成 这些以前我都不知道 我以为没有喜怒哀乐地活着 就是最好的活法 但是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好像有点懂了 但是除了喜怒哀乐之外 还有好多事情我都不懂 那天看到你受伤 为什么我的心会痛 看到你跟学长在一起 又为什么我会不开心 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喂 都睡吵了 刚说这么多不就白说 夏天晴 喂 夏天晴 喂 夏天晴 喂 我有问题要问你 这很重要 夏天晴 喂 很奇怪 什么看了 什么看着他睡觉打拨的样子 都这么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 不要 他是梦到什么让他这么害怕 你打不掉了 小心 不要 不要 原来梦里面那个男的是叫死墨 我问你 昨天晚上我在按摩椅上面睡着 可是醒来以后我就在房间 我是怎么回去的 当然是我抱你的 怎么了 有人看到吗 有 谁 周经理 丽花姐 邓文玲 不要再说了 来 你看到我睡着 可以把我叫起来啊 我可以自己走回去房间 我叫了 你没醒 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怎么样 抱我回房间 现在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是说 你下次不要再这样抱我了 这我很尴尬 尴尬 上次也抱过你 为什么你就不尴尬 那是因为我受伤啊 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所以就不尴尬 那你可以说明一下 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抱你 什么情况不行吗 这要怎么说呢 我总不可能把全部的状况都跟你讲 我知道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 作风比较大胆 但是东方人呢 是比较含蓄保守的 拥抱就在某种情况下 跟某种关系 才可以做的 什么关系 例如说 两个人进行到某种阶段 才能做某种事情 也就是说 除非你对我有某种感觉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反正 总之你以后要抱我 要经过我的同意 要你需要你的同意 嗯 像 那盖棉被需要吗 盖棉被 是纯聊天 还是比较启土 你该不会昨天晚上 出门睡着的时候 对我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吗 不会 那就 等一下 以后 要用任何心事碰我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知道吗 那如果以后你昏迷不醒 也要等你清醒 同意之后 我才能救你吗 哎哟 总之 不要再中午回回 这下暴火就对了啦 好 这我可以答应你 我今天工作很多 我先去忙喽 这只不过就是一颗烂木头 有什么好机会 中午饭不能办嘛 现在也只有财神爷也被提到了 财神爷说 他要告张立成 以及你 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束 我旅行 我又有什么机会 在过程中的时期 我终于过程中的时期 你也被认为 我再过程中的时期 你把我给你一次的时期 你把我扶持下来 我再过程中的时期 我再过程中的时期 你把我扶持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